另外我们的记者姚怡婷呢 目前是守候在高院这边 就是因为郑文燦遭到了裁定收押之后 律师团呢也立刻提出了抗告 抗告书呢目前已经送达到了高院 一期就在今天将来开何怡婷审礼 最先的进度连线记者姚怡婷 好主播各位观众 带你来关心政坛焦点 也就是郑文燦的摄探案 在昨天她被羁押禁件 那么对此呢 她的律师团当然是相当的不满意 直接来提出抗告 那也在昨天召开完积押婷之后呢 马上就来书写这个抗告书 在昨天晚上将近9点前 是把这个抗告书送到 这个桃园地方法院了 那法院收到之后呢 也以罪速件将相关的卷证 送到高等法院 因此也等于说 今天最快就会有一个结果 那我们透过手板来看 带您回顾这个整个时间轴 郑文燦她其实是在7月5号的时候 被检方传完 原因是因为呢 她是涉嫌土地开发弊案 有一次这个贪污以及洗钱 还有泄密的嫌疑被检方来传还 检方认为呢 她的这个罪证是相当的重大 因此是申请羁押 那么其实在这个 来到院方开庭的时候 院方是认为最后是500万元交保 理由是因为她有这个 有羁押的理由 但是没有羁押的必要性 最后是500万元交保 那么检方当然是不服 赶快来提出这个抗告 最后高院是撤销发回跟财 那么来到第二次这个 检方来进行开庭 最后是1200万元交保 也是二度抗告 那么其实呢 最后还是在高院 还是撤销再度发回 来到第三次检院答辩之后呢 最后才是羁押禁件 那今天到底会不会有个结果 等待高院合一庭审议之后 如果有最新的消息 我再随时为您做掌握 谢谢大家